今天谈偷不谈国际关系 也不谈经济问题 谈谈英国人到底是如何认同的 这个文化认同问题 我认为这是这次英国 自所以搞到现在如此混乱的 最重要的原因 好 先问大家个问题 有没有无论是从小到大 读书 工作 还是什么时候的 有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感到自己越来越蠢了 有没有 反正我是经常感到 我自己越来越蠢了 小时候的我很聪明 越大越蠢 我跟你说有这个想法的人 不光是你 我 世界上很多人都这么想的 我们先看看德国的Decite 德国的时代周报 是付费的 我亲自花钱去买来了 Decite他说 这德文他说 We are much lower 我们曾经很聪明 我们很曾经很 换句话说现在不聪明了 然后他说现在不是有IQ和EQ吗 现在IQ就是智商吗 智商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一个词 然后自从智商产生之后 很多人就说 智商现在去测验智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尤其是最近15年以来 发现西方国家很多人去测试智商 而且大科学家 大学者去测验智商 反正他们的智商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下去了 比如同样一本题 70年代做的提议 现在不会做 同样的年轻人都不会做 这是什么问题 他说这是从2004年开始 2004年也许是个转折点 对很多人来说 你是更蠢了吗 他说No 人当然不会更蠢 人是越来越聪明的 最主要是2004年 最后这个科技在不断地发展 刚才我说了一个英文字叫Digital Age 现在电子时代 电子时代我们整天看各种电子产品 各种电子产品对我们的思维 会有很大的一个干扰 当然后面他还说 在不同的体制下 人的智商有时候会不同 智商是一样的 但智商它的推动力会不同 比如说假如说你是一个开放的 用西方的话来说 民主体制下的话 你拥有很多的自由 拥有很多的思维的空间 我跟我的学生经常说 要有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的思维 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人 变得越来越聪明 当然现在在今天的世界 我们这方面条件依然是有的 但是我们更多的一些其他条件 会阻碍我们的思维 就是我们大量使用电子产品 根据医学家或者神经学家的调查显示 大量的使用电子产品 如果你都是碎片化的思维的话 你的神经网络会受到干扰 到神经网络受到干扰的时候 你的内存就会受到阻碍 于是在重情话下 你会有种感觉 好像自己越来越蠢 好了 这个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为止 于是从初 今天谈智商不是我的焦点 谈英国人 为什么会如此混乱 才是我们的焦点 我们看看美国人 怎么看英国人的 我们找到了Fulling Affairs 同样是收费的 它里面有一篇文章 最新的 是Importance of Elsewhere 别的地方的一些重要性 听到这个标题很抽象 他说2016年10月份的时候 这个现任的 或者马上变成前任的英国首相特里沙梅 在保守党大会上发表演讲 他讲得很抽象 他呼吁 他说大家要有一种 Split of citizenship 要有一种公民精神 他指责很多人没有公民精神 他的公民精神是什么呢 公民精神不是说去关心 遥远的地球远端的人 而是关心你的身边的人 People around you Work for you Work with you 为你工作 跟你工作 和People you work for 你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 好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现在在全球化的情况下 到底 后来他就提出一个叫 Cosmopolitan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我们要有全球意识 全球意识 我们发现落到最后 我们其实思考的 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所以现在西方提出一个事 叫Patriotic Cosmopolitan 就是爱国全球主义 爱国全球主义听上去很抽象 你到底是爱国呢 你还是全球呢 如果要全球 你好像似乎爱国要浪在一边 你如果爱国 当全球化 与你的爱国主义 产生矛盾的时候 你怎么办 这就是今天英国人的困惑 所以今天到了 我自己点评的部分 我认为这个英国的头 其实是一种全球化底下的 深刻的认同实验 英国人为什么要投 很多时候英国人自己也搞不懂 要不然英国就不会搞得那么乱 所以与其说经济是借口 爱尔兰边界是借口 还不如说文化认同才是借口 文化认同认同什么呢 现在是全球化 全球化其实我认为 它是一个真难题 是一个假命题 其实全球化面临 刚才我说有经济 有政治 有传播 有文化 有各方面的人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好像硬一点 但其实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于是90年代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 都包以全球化来包装起来 90年代之前 没有全球化这个字 经济政治还好 关键一旦到了全球化 你就会发现 文化全球化有正面相应 负面相应 比如说我们每天穿着衣服 我们每天看到的广告 都是来自西方的 今天中国文化也在输出 这正面相应 但是负面相应呢 当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 冲击你的时候 你的自我认同就会产生问题 今天我们去问很多的年轻人 很多的西方人都会说 德语说 Welt Burger Welt Citizen 或者Global Citizen 我是世界公民 但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 他用的是民主思维 他用的是个体思维 他甚至用的是 他老家来的地方思维 所以一个世界公民 和一个民主思维 其实是构成一堆矛盾 不管我们用不用 全球化这个词 我建议大家 有时间的话 认真的去读一读 一战爆发前 40年的 第一轮全球化的历史 看看一战 到底是怎么爆发 就是第一轮全球化 他说你最后不是产生辉煌的结果 而是恰恰产生 我一再说过 让历史学家都不愿意成了一个现实 就是一战的爆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英国人到底是个英国人 还是欧洲人 还是世界公民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英国人到底是更聪明了 还是更愚蠢了 显然这个问题 不用回答 当然人更聪明 不会更愚蠢 但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 在文化全球化的迷失当中 英国人更糊涂了 如果他们经常看看 有保定年度 也许会变得清晰一点 好了 谢谢大家